俄罗斯2014年强行接管了克里米亚 那些没有明显标志 全副武装的武装人员 现在被普遍称为小绿人 莫斯科起初否认他们是俄罗斯军队成员 然而几周之后 相似的国籍不明的武装部队 也在乌克兰东部出现 同时使用假情报和军事力量 被称作混合战争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在这个月的联合国大会上说 这种战术正在用来对付整个西方世界 政治压力赤裸裸的宣传 干扰选举 经济压制 秘密颠覆和军事行动 网络攻击 滥用外交手段 这些都是不宣而战的 现代和共同的方法 北约战略传播主任萨尔特斯 本周在伦敦的皇家联合军队研究所的 一个有关信息战的会议上表示 西方国家正迎头赶上 这项技术是我们的 营销巨头在我们的国家里 然而我们在这里进行这项讨论 感觉受到各种势力的欺负 俄罗斯和伊斯兰国 以及手段更微妙的中国 会议的重点是不断增长影响范围的 俄罗斯国营媒体 例如24小时的新闻频道 今日俄罗斯 又称RT 常被指责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 经济学人资深编辑爱德华 卢卡斯认为 今日俄罗斯等频道 不该被认为是新闻频道 俄罗斯已经真正控制了 真相背后的环境 他们会肆无忌惮地撒谎 他们了解我们的媒体 在冷战后环境下的弱点 我们会把公平置于事实之上 卢卡斯认为西方国家 应该在他所说的社交媒体卫生上下更多功夫 在评论领域栏存在严重问题 有假的社交媒体账户 尤其在推特上 俄罗斯投入大量金钱 制造成千上万的媒体妖怪 北约官员说 俄罗斯在规划冲突时 将信息战略作为一个关键支柱 但在西方 这通常被交给另外的公关团队 我们仍在边缘战斗 而实际上得到适当拨款的战略性 传播努力比其他开销要便宜得多 雷伊提警告说 俄罗斯在干预叙利亚事务时 使用了散布假消息和混合战争手段 最近的一次是本月早些时候 对阿勒坡外一支救援车队的轰炸 那次轰炸引起很大争议 他还说西方国家必须学会如何反击 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